上节课我们把钢筋工程讲了 这节课我们来看看混凝土工程 那么混凝土工程它的全流程是什么 原材料准备半核站建设 配合笔设计半置运输胶筑养护 强度平定 那么这个强度平定是用标准养护4块 20摄氏度加减20摄氏度 相对氏度大于95% 标养28天做强度平定 对不对 那么这里面的第一步就是干什么 原材料准备 那么水泥混凝土的原材料 无非是水泥初级料细级料仓和料 加什么水加外加剂 对不对 那么其中在半置高性能高强混凝土的时候 它的仓和料优先可以选择什么 优质粉灰灰 模型矿杂粉 还有什么硅粉和天然食石粉 那么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多选题的一个配合点 大机上吃饭一下 好那除了原材料以外 我们还得建一个什么半核站 那么半核站通常应该配置有办公区 生活区停车场 还有什么电子台称 然后呢 集料仓位 集料仓位 还有呢 半核机 水泥储罐 配料机 然后再配一个什么工地室 整个用围墙封闭起来管理 然后场地内呢 要进行硬化 中间高四周低 设排水系统和沉淀值 那么这个是半核站的一个建设 大体上了解一下 大体上了解一下 好了 那么这些都做好了以后 紧接着我要办公里土就要有配合笔设计 这个配合笔设计的这个相关内容 在我们教材上已经删掉了 那么我们大体上做一下了解 它的基本步骤是 初步配合笔设计 然后先是配合笔设计 基准配合笔设计和施工配合笔设计 这四个阶段 这四个阶段 通过这四个阶段 我们来确定我们的半核用的施工配合笔 那么配合笔确定好了以后 紧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半核了 那么在半核之前呢 有这么几种事情要干 第一个是什么 每构筑物 或者是每班次要对沙石料的实际含水率 进行一个测量检测 那如果是语境呢 要加密检测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半核设备 是不是有一个计量设备 计量设备在使用之前 要进行校定 那么在使用过程中 每15天校定一次 有维修班前 数据有疑问 重新校定 那么我们但凡是工程上 用到的一些计量 检测 仪器 通常情况下 我们都是在使用之前校定的 然后在有效期内 数据有疑问 维修过 重新校定 对不对 然后紧接着 就是混凝土班子好了 班子好了以后 在出料口这个地方 我们要检测什么 摊落度 然后呢 在什么 交注现场 也得检测一次摊落度 那么两次摊落度呢 以什么 交注现场的为准 因为什么 在运输过程中 摊落度会有一个损失 对不对 那除非是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半核站的出料口 到交注现场的车程 小于15分钟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 在半核站 出料口的地方 检测一次 够了 检测一次就够了 那么除了检测 这个摊落度以外 我们还得检查 滚泥土的保水性啊 粘锯性啊 检查没问题了 滚泥土出场 出场 然后进行运输 运输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滚泥土贯彻 进行运输 运输的能力呢 要略大于现场的 交付能力 确保现场呢 不间断的交注 就是连续交注 那么交 这个在运输过程中 如果出现滚泥土 出现了分层离析 那么有两种处理方法 一直接快速二次搅拌 二是加铜水交比的 僵体快速二次搅拌 那严禁单独加水 水泥外加进 严禁单独加 那么这个是 出现了 滩泥土损失的时候 那么这个 一般混泥土呢 整个运输时长呢 是不能超过90分钟的 因为我们考虑到 高温季节施工的时候 水泥混泥土的出零时间是 小于等于三小时的 对不对 那么我运输 不能超过一个半小时 运输现场还要交出 整岛成型了 那这个 这个的要求呢 其实就是为了什么 满足混泥土出零之前 交出整岛成型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那么这是混泥土的一个运输 运到现场了以后 就要进行交注了 那么交注之前呢 就要有个检查 那么这个检查呢 有什么检查什么 比如说有模板支撑系统 就要检查模板支架的 一个什么东西 刚度强度问题 有钢筋 我们要检查 钢筋的规格尺寸 保护神厚度 对不对 那有预埋键 预埋键的数量 规格位置 检查合格了以后 就可以交注了 当然这个也称之为 隐蔽工程检查验收 因为什么 混泥土一旦交注了 钢筋就看不到了 对不对 所以在钢筋工程里面 讲的了 混泥土交注之前 这个钢筋呢 是有一个隐蔽工程 检查验收的 那么这个是 交注前的一个检查 好 检查完了以后 检查完了以后 就可以开始交注混泥土 当然还会存在有一个什么 这是分次交注的 那么这个地方 有个施工缝的处理 施工缝 杀毛清洗 湿润做浆 对不对 水瓶泡做土水浇底的沙浆 而树缝呢 树桩的施工缝 就这个样子的 这个缝呢 就刷水的浆 杂毛清洗湿润 刷水的浆 如果有抗生要求 还需要什么 安装止水购造物 比如说中埋式 玉水膨胀 止水浇条 还有什么止水钢板 等等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些工作做好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交注了 交注呢 有分层连续交注 分层连续交注 那么交注呢 要求连续进行 分层连续交注成岛成形 在下层分层连续 出零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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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混凝土在交注过程中 以撒在仓位外的这些混凝土呢 不得 不得 收集起来 投入到仓位内进行交注 相当于 以撒在交注过程中 以撒在仓位外的混凝土 是不允许收集起来 再用于交注的 那个是直接做废料处理的 直接做废料处理的 这个大体的要知道一下 知道一下 那么除此以外 如果我们整个交注的时候 采用的是迸送 采用的是迸送 那么这个迸送呢 要连续进行迸送的间歇时间 不能超过15分钟 不能超过15分钟 那么混凝土入仓了以后 紧接着就要进行整岛 那么整岛的时候呢 通常情况下 我们要求不能过正 也不能漏正 那么一般情况下要求 混凝土表面有薄薄的浮浆 混凝土面不再下沉 没有气泡冒出来 我们视为整岛合格了 在整个整岛过程中呢 预埋箭不能碰撞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 先章法不能碰撞 玉尼金 后章法不能碰撞 玉尼波红管 然后两端保固区 钢筋地级区 以及底板和副板的转角部位 要加强整岛 那么这个地方我就规结完了 那么哪些东西不能破 哪些地方要加强 那么这个是混凝土的一个交助整岛 整岛完了以后 紧接着就要做什么 养护了 那么通常情况下 普通硅酸盐 硅酸盐和矿杂硅酸盐 养护石墙 一般是7天以上 如果加了缓凝的 或者是该混凝土抗生要求的 或者是高墙混凝土 养护石墙的 一般是在14天以上 黄温如果低于5摄氏度 我们要进行覆盖保温 不得撒水养护 不得撒水养护 那么这个是常规养护的一个基本要求 那有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炎热天气 焦住的混凝土 或者是半干性混凝土 干性混凝土 还有就是大面积裸露的混凝土 在焦住的现场 一搭设膨胀 主要是防止太阳照射 导致混凝土表面 撕水过坏 主要是导致开裂 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个事情 搭设膨胀 然后焦住完了 收浆以后 及时的覆盖养护 那这个可以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这是养护的一个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 养护完了以后 紧接着就要做什么 混凝土在强度平定的 注意这个是用标准养护 标养 标准养护 那么就是20加减2摄氏度 然后95%以上的相对氏度 大于等于 然后标养28天 那么与之对应的 就是在焦住现场 我们还得取一组四块 取多组四块 那么那个是用于检查 现场实体构建混凝土质量的 那个叫做什么 同条件养护氏块 同条件养护氏块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后面讲到 两反运力张拉之前 混凝土强度要达到设计强度75% 那么那个75%怎么来确定的 就是用同条件养护氏块来确定的 好 那么在这个点上面 我们来看看标养的氏块 它的一个抗压事件 一般是150的立方体 如果是抗层四块 150乘150乘150乘 550的长条形四块 一组是三块 如果是C60以上的混凝土 方量比较少的话 那么我们一般 最少要留置十组混凝土 用标准差未知统计法 进行混凝土强度平定 那么混凝土强度平定的主要方法 有标准差已知统计法 标准差未知统计法和非统计法 这么几个 那么这个是常规混凝土施工的一些基本要求 那么除此以外 在私生工程上面 有可能还会遇到一个什么 热出的混凝土叫做什么 大体积混凝土 那么大体积混凝土 非常容易出现开裂 出现质量变焊 所以大体积混凝土施工之前 我们首先要编写 大体积混凝土的施工组织设计 那么它的施工组织的主要内容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包括什么 大体积混凝土胶柱体温度硬力 和收缩硬力计算的 结果第二部分是什么 第二部分内容 施工阶段主要抗液构造措施 和温控指标的确定 第三个是什么 原材料优化 配合笔设计 半置和运输的计划 第四大块内容是 主要的施工设备和现场图面布置 第五块内容是什么 温控监测设备和监测 测试的一个布置图 第六块是什么 混凝土交出顺序和施工进步的计划 第七大块是保温和保湿养护 第八块是应急预案和应急保温措施 第九块是特殊部位和特殊器库条件下的施工措施 那么这个可以了解一下 大体级混凝土的施足 可以大体的了解一下 那么大体级混凝土最大的麻烦事情就是太裂 那么常见的裂缝有这三种形式 其中表层裂缝 比较窄比较浅的裂缝 没有贯穿什么东西 保护层的这个我们称之为表层裂缝 只是影响混凝土的外观质量 可以不处理 那么要处理的时候 用满氧沙浆进行修补就行了 那么第二个呢 深层裂缝 那么这个裂缝深度比较深了 贯穿了整个保护层 那么钢筋裸露就会导致什么 锈石 同样影响构建的使用粘线 所以必须要处理深层裂缝 那么采用的是什么 灌风法处理 白氧沙浆进行灌风处理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贯穿裂缝 整个构建断裂了 那么这个呢 直接报废了 直接报废了 有这三种常见的裂缝 那么这个呢 一要能够识图 或者是通过文字描述 你要能够判定它是属于 哪一类型的裂缝 就可以达到考试的要求了 那么导致这个裂缝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什么大极其滚铃骨 水化反应是一个放热反应 那么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水化反应 水化热 那所以导致裂缝的第一个原因就是 水泥的水化热影响 水化热影响 那么水泥混凝土 整个大体积混凝土 内部进行水化 水化热 水化反应 那么放出来的大量的热量 没有办法散失出去 表层的水化热呢 就可以散失到空气中去 对不对 那么于是会导致内部和表层之间 存在一个温度差 温度差 存在温度差 就会导致内外约束 内外约束条件 那么第二个呢 表层和环境之间也会存在一个温度差 这个温度差过大了也会导致开裂 这个就称之为外界气温变化 除此以外 混凝土在硬化过程中 本来体积会出现收缩 所以第四个原因就是 混凝土收缩变形导致的裂缝 那第五个呢 就是混凝土的呈现开裂 呈现开裂 那么这五个原因得知道一下 那么考试的时候 一般告诉你某个混凝土浇注完了以后 产生了一个裂缝 然后这个裂缝呢 给出一定描述 问题它是属于裂缝的煤类 然后呢 再叫你结合背景式分析一下 导致混凝土构建开裂的可能原因 那么就是这五个了 这五个了 好 那么这个是裂缝产生的原因 那么针对于这个裂缝的产生 我们怎么来防止呢 主要有三大类措施 一个优化配合比 优化配合比 那么既然我们讲到的是水化热 那么于是乎 在配合比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采用什么 低水化热的水泥 比如说矿杂水泥啊 粉煤灰水泥啊 之类的 低水化热水泥 或者是大发水泥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尽量降低水泥用量 一般是用餐盒料 比如说 加入优质粉煤灰 来替换一部分水泥 从而降低水泥用量 降低水泥用量 第三个是什么 严格控制出息极料的极配 控制其含泥量 对不对 好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外加剂 加入外加剂 延长滚泥土的临结时间 就是延长它起出零时间 对不对 通常用什么缓冰剂啊 减水剂啊 之类的 好 还有一个呢 控制好滚泥土的弹路路 那么这是配合比方面 可以采取的措施 除了配合比措施以外 我们还可以采取 胶注整档措施 那么胶注整档呢 那么我们胶注 可以有分层连续胶注 分层连续胶注 和分层间歇胶注 那么留实际步就行了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采用的是分层连续胶注 那么这个层后 就要根据什么 整档器的作用深度 混凝土的合一性来确定 通常情况下 是30到50公分一层 那么下层混凝土 出零之前 上层混凝土要完成整档 胶注整档 胶注整档 那么混凝土呢 入仓的时候呢 以采用复促方式 或者是二次整档 不一来进行胶注 第二个呢 就是什么 分层间歇胶注 就是分层不连续胶注 层与层之间 留下了水平施工缝 用的处理呢 要符合设计要求 或者是规范要求 那么着毛清洗 湿润做浆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个都是原则性的 那么如果该构建 是有抗水要求的 那么在施工缝里面 往往还得安装 止水构造物 比如说止水干板 止水干板 那么在整个交注过程中呢 我们不得碰撞什么玉霾件 不得碰撞钢筋 不得碰撞玉霾件 那么 也就意味着 在交注的时候 要采取措施防止 钢筋玉霾件的 变位和变形 位移和变形 除此以外呢 整个火灵土交注完了以后 要及时的多变抹药处理 表面要采取多变抹药处理 那么这个是交注整导措施 那最后一个养护措施 至少至少你要知道 有三大措施 对不对 养护措施呢 那么无非就是控制表层和环境 环境 表层和环境 内层和表层之间的温差 不超过多少 20摄氏度 20摄氏度 好 怎么来达到这个效果呢 我们采取内部降温 内部降温呢 主要是采用什么 冷却水 埋冷却管 通水进行什么 内部降温 内部降温 好 那第二个措施是什么 为了保证表层和环境的温差 不要超过20摄氏度 我们可以采用什么 表层进行覆盖保温 覆盖保温 从来缩小表层和环境之间的温差 对不对 中心和表层之间的温差 我们通过冷却水法来控制 表层和环境的温差 通过覆盖保温来控制 养护时长一般是在14天以上 14天以上 那么这个保温材料呢 一般要等到 混凝土表面与环境温差 小于20摄氏度以后 才能全部拆除 小于20摄氏度以后 全部拆除 那么整个大体级混凝土 养护过程中 需要设专人负责养护工作 并且做好监测记录 专人负责养护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大体级混凝土施工的一些基本要求 那么其中呢 这个冷却水呢 其实就是在混凝土 干净绑扎的时候 把冷却管安装进去 混凝土浇注完了以后 及时的开始通冷却水 冷却水 进行一个循环 那么这个冷却水进入核心 混凝土内部以后 把里面的热量带出去 从而控制内部的温度 一般都超过75摄氏度吧 大体级混凝土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通用工程的第二个通用工程 混凝土工程施工的相关要求 里面的重要知识点 主意分析了 那么需要大家认真的掌握 那这就就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